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就说春蓝开花比较早吧 也要到就在我这边的常温状态下 养护的春蓝开花也要到1月下旬 2月上旬就是春节前后 当然还有一些晚的可能都要到2月底 那么惠蓝开花一般都要到3月份 那从现在来计算的话 那还有几个月 还有四五个月 三四个月四五个月的一个保护花苞的一个期间 这段时间期花苞的最容易出现问题的 我给它归纳为四种 也就是说深秋到冬天来花花苞的四种死法 而且是特别容易发生的 几乎每年都有男友来咨询这一些问题 这方面的问题 归纳以后无非就是四种死法 第一个就是干旱导致的花苞干枯 因为兰花在出花苞以后 这个秋天特别深秋的季节天气通常都是比较干燥的 而兰花最适合的生长环境湿度 应该是在70%左右 如果长时间低于这个环境湿度 这里说的是环境湿度 并不是盆土湿度 不是盆土湿度 如果长时间低于这个空气湿度的话 这个花苞就会慢慢的干枯 然后就变成皱巴巴的到最后就渐渐的枯死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就是温差太小 在自然环境中秋天的温差是非常大的 比方说我现在我们这个地方 它白天晴天白天的温度 中午可能会达到二十七八度 到晚上是多少度呢 十二三度 它中间这个温差 它能达到一个十四五度的温差 非常大 如果你的养蓝环境温差过于小的话 温差过于小 它就会让这个兰猪在夜晚的时候 也是不停止消耗 不停止消耗 就会让兰苗和花苞之间形成一个 什么争夺 养分争夺 能量的争夺 到最后兰苗肯定会比花苞 争夺力更强 更强 到最后花苞肯定是失败的一方 就会枯萎掉 这是第二个肖包的例子 还有第三个肖包就是因为通风环境不太好 兰花呢 应该是一直处于通风比较好的环境下 就算是冬天在防冻盆中 也是需要注意通风的 如果长时间不通风 通风比较一个相对 相对密封的一个环境中 最先出现状况的就是花苞 花苞会出现的什么状况呢 花苞的包衣上会长出霉点 发霉的 就像你霉雨季节的角落图 看到的木质家具 或者其他什么东西发霉的一样 霉斑霉点就会在花苞的包衣上产生出来 第四个呢 相对来说要不太容易发生 不太容易看到 就是春兰和惠兰在11月份 无春花的状态下开花 这种花开出来通常都是很丑的 比方说春兰开出来软塌塌的 贴这个趴在这个棚面上 而且香味呢也不纯 带着有异味 惠兰的他可能会抽屉抽出来 然后呢也是软塌塌的 不像那个三四月份开的惠兰那么挺拔软塌塌的 而且花剑也不长 通常一根花剑上能开出11朵惠兰的正常情况 在11月份无春花的状态下开花可能会只能开出三朵五朵这样的 而且花香也不是太好 这几个呢就是兰花的花苞在深秋和初冬的时候特别容易出现的四种死法 那么这么一说大家就可以通过这四个方面去避免它了嘛 第一个干旱啊 干旱我们说的是环境 养粮环境的干旱 我们可以通过喷雾来保湿啊 加强这一块的环境湿度 当然现在也很方便了 有温度计湿度计可以实时的监测 当这一块的环境温度再达到的65%到75%就非常合适了 第二个就是温差一定要加大昼夜的温差 最起码在10度以上加大昼夜的温差 第三个呢 就是加强通风 一定要让洋团环境通风 只有实时的有新鲜的空气流动 因为新鲜空气中它会含有一个很重要的什么呢 氧气 氧气对于一些植物的病菌来说是一个天然的杀菌药 非常好 无公害的天然的杀菌药就是氧气 空气流通了 病害就少了 然后关于春花这一块兰花就是说 在冬天结冰以前 在室外结冰 在室外的最低温度 在零度以前不建议把兰花搬到室内去 即使是短时间的 偶尔的零下一度 比方说早晨起来有一些些薄薄的结冰 这种状态都没有关系 其实对于春兰和惠兰走完全没有关系 一直可以放在外面 经受低温的理念 经受春花 我会竟然是因为春花 这种状态都没有关系 你不想打算 你不想打算 你不想打算